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快乐汉语 一本幸福的相册 好温暖好幸福啊 有异国的情缘 西藏是他们的家里 有浪漫的爱情 相知相恋相爱最后结合到了一起 也有温暖的时光 哇真的好幸福啊 今天的快乐汉语教您快乐前行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寒佳 欢迎收看今天的快乐汉语 今天我们要学习程度复词醉的用法 拉萨以独有的学域高原文化 吸引着众多的游客朋友 有些人见到了拉萨的美丽后 选择把它带走永远的印在心里 有些人却愿意为拉萨的美丽而留下 今天雨蓬河一吸着马 就将带我们走进留在拉萨的朋友们的生活 聊一聊他们的故事 由上城拉萨学快乐汉语 尼西啊 这些天我在拉萨感觉非常的舒服啊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拉萨的环境真的是太好了 天很蓝 云很低 气温非常的适宜 还有呢 还有拉萨是一个生活节奏很像其他大城市一样 生活节奏这么快 你还真说对了 在拉萨生活中的幸福指数是相当高的 要不今天我们在拉萨收集一份幸福的相册怎么样 好的我同意 是啊 就像一吸着马和雨蓬说的一样 在拉萨市生活的人们的幸福指数普遍很高 因此拉萨市连续五年被经济生活大调查评为中国幸福指数最高的城市 看来在拉萨收集幸福的相册是没有选择地方啊 那么拉萨这么大要去哪收集呢 一吸着马带雨蓬来到了宗角路康公园 果然看到了许多幸福的画面 哎一吸他们跳的是什么舞啊 他们跳的是恰恰舞 是吗 那我们和他们一起跳吧 雨蓬和一吸着马说着说着可就练上了 跟着拉萨当地的老人跳起了恰恰舞 听当地的老人说啊 在宗角路康公园每天早上都会有这样热闹的场面 多欢乐啊 哎不过跳着跳着 雨蓬可就有些招架不住了 哇 观众朋友们 真的好累啊 尤其是在乌大拉宫的旁边 这里海外好高的 氧气好少的 你每天这么锻炼 真的幸福吗 幸福吗 幸福啊 为什么呢 因为生活美好 我们这都是退休的 完了以后吧 我们就去 一起去喝茶 喝茶 聊聊天 聊聊我们现在幸福的生活 聊聊我们未来的幸福 聊聊我们现在美好的时光 是啊 据我们了解 这位阿姨啊 就是拉萨当地退休老人的领队 而除了退休老人啊 许多当地的普通居民也都愿意积极地参与到这欢乐的舞蹈里来 从十几岁的小孩到八十几岁的老人每个人都是活力四射呢 这种健康的生活 这种快乐的心态不就是今天雨蓬和易卑琢磨要寻找的幸福吗 跟当地人聊过之后呢 我突然有了一种想留在这生活一段时间的想法 有这种想法的可不止你一个有 我有很多外地的朋友他们来到这儿以后就一直生活在这儿的 哦 那他们幸福吗 他们的生活又是怎么样的呢 别急 我正要带你亲的几个朋友拿来看看 拉萨是一座美丽的血液高原之城 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和独特的民俗文化 吸引着众多的国内外朋友前来观光 而在这些人中就有一部分人爱上了这儿 留在了这儿 你去竹马 这就带雨蓬到了一家手工艺品店 这家店的老板就是深深迷恋拉萨的一位外地人 这家店的老板是我朋友 雪姐 你好 你好 我是雨蓬 好好 雪姐全名叫林雪 在拉萨已整整生活了六年 这家手工艺品店正是她和她老公一起经营的 见得琳琅满目的工艺品 雨蓬可是经不住要发问咯 我发现上面红红绿绿的这些是宝石吗 对对对 是各种宝石组成的 红山红的它在这边是吉祥如意福贵的意思 然后这个绿的主题呢 这绿的是绿松石 是啊 在雪姐的店内啊我们可以看到好多具有西藏特色的工艺品 这些工艺品啊大多都配上了具有西藏地域特色的宝石 那种石就是比较普遍那种 在藏族同胞的眼里它代表着生命 看着雪姐对这些工艺品如蜀加珍 就知道他已经把对拉萨的爱全部庆祝在这些工艺品上 那雪姐您第一次来到拉萨是什么时候呢 那是1998年的7月21号 当时作为一个背包客第一次来到拉萨 那是什么原因让您留在了拉萨呢 这个很巧了 因为我到了拉萨第一站去的布达拉宫 然后就在那里认识了我的老公 所以就留下来了 小二哥本名叫邹君 十年前就来到拉萨并在这里生活 他和雪姐啊就是在布达拉宫的脚下相识一见如故 其实雪姐的老家在河南 而小二哥的老家在湖南 两个相隔外的人最终在拉萨人份落定 开启了一段不平常的爱情之旅 两个相聚这么远距离的人先后来到拉萨 然后相知相恋相爱 最后结合到了一起 哇太浪漫了 最喜欢拉萨的什么地方 如果要表示某人或某事物的某种属性 超过所有的同类 这时要用到醉这个词 对对我印象最深刻就是布达拉宫大院 拉萨给你们两个什么样的感觉呢 美丽大气 每年你们要在拉萨待多久呢 六七个月 其他时间就是背着背包去世界各地去云游 姐姐和小二哥的爱情故事 已经蔓延到了二十多个国家 两个人在一起的几年里 他们去过土耳其 印度 伊朗 柬埔寨等 半年开店 半年云游 已经成为了两个人固定的生活方式 而行走也早已融入了他们的生命 化为一种快乐的意义 二位觉得在这里生活幸福吗 当每天看到阳光升起的时候 你就觉得心里特别的勤了 拉萨又叫日光尘嘛 所以你每天在生活在阳光里 你不觉得很幸福吗 小二哥的话说的朴实自然 在拉萨这座日光尘内 幸福就好像是这里温暖的阳光 倾洒在每个人的身上 也倾洒在每个人的心中 这么幸福的瞬间 宇鹏当然不会错过 一二三 茄子 看着宇鹏和一席卓马收集到的照片 不禁让人感叹 拉萨这座日光城 不但有丰富的旅游资源 更重要的是 它能让人内心有一种平静和自在 也正因为这一点 好多游客来到拉萨之后 都和他结下了难舍的情缘 而幸福的相册还没有收集完毕 接下来宇鹏和一席卓马 还会收集到怎样的幸福故事呢 由上城拉萨学快乐汉语 一席啊 在听过学姐的故事之后呢 我真的是挺感动的 对没错 像这样的故事在拉萨可不少 那等会儿我带你去一家咖啡店 这家咖啡店呢是一个外国人开的 我们可以在那儿呢 边喝咖啡边和他聊一聊 道格拉斯 美国人在拉萨已经生活八年之久 八年里他一直精心地经营这一家咖啡馆 咖啡厅开在八角街附近 为许多游客朋友提供着方便 您家人都在拉萨吗 1999年西藏的很有名的地方 什么地方呢 珠穆朗玛 那边的风景是不是特别的美呢 很厉害 很漂亮的 我们来了的时候在六月 六月还有下雪 珠穆朗玛峰可是世界第一高峰 海拔有8844米 就是这次攀登珠峰的旅程 让美国人道格拉斯深深地感到震撼 美景如画六月飘雪 云在脚下的情景让它永生难乱 从此以后就深深地爱上了 美丽的洗澡了 那您在拉萨最难忘的事情是什么呢 一次去过一个珠穆的房子 我看看他们的生活 看起来比较困难 但是他们都是很高兴 他们没有车 没有东西 但是很高兴 他们的生活好 是啊 拉萨莫名的简单的生活 让大格拉斯对人生有了更深刻的体悟 幸福并不是你拥有了多少 而是你懂不懂得去感恩生活 回报生活 这也让大格拉斯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留在拉萨 留在中国 那您觉得在这儿幸福吗 很幸福 拉萨好的城市 然后很平安 我有公司 还有生意好 大格拉斯用不那么流利的中文 表述了自己对拉萨的感情 但这丝毫掩盖不住 他对拉萨的热爱 大格拉斯的故事啊 只是生活在拉萨的外国人的故事中的一个 我们也祝福他们可以在这里 寻找到更多的幸福与快乐 谢谢 那要不我们三个留一张幸福的合影怎么样 可以 三二一 茄子 对啊 好温暖 好幸福啊 一期 我在拉萨的这些天啊 越来越感觉拉萨特别的好 我特别的想留在这里啊 而且呢 我发现 就像我们身后的这种艺术品店有很多啊 没错 因为拉萨的生活节奏呢比较慢 所以呢比较适合艺术创作 我就有个朋友 她呢在这儿开了一家戏餐厅 我们可以去那儿边吃东西边欣赏她的歌声哦 好啊 那走吧 好 这位就是满姐 哎 满姐你好 你好 这个是张雨鹏 哦 她想跟你坐下聊一聊可定吗 可以啊 可以 这家阿可丁餐厅是拉萨当地很有名的一家 藏汉结合的餐厅 满姐叫满心味汉族 而她的老公巴桑次人是一位地道的藏族小伙 那么是什么原因让他们走到一起 又是什么原因让他们一起开了这家蛋糕店呢 那满姐您第一次来拉萨是什么时候呢 是06年 当时是你参加06年的那个藏族年晚会 你跟巴桑次人哥哥是怎么认识的呢 其实巴桑次人是藏族年晚会的舞蹈颠倒 晚会长达一个月左右的排练成为了两个人甜美爱情的菜单 在而之后两个人留在了拉萨 在这里开了一家以甜美为主题的面包店 如果要表示某人或某事物的某种属性超过所有的同类 这是要用到醉这个词 就是我一来了以后进了城以后闻到那个桑烟的味道 哎呀我就觉得这个城市太有那个怎么说 太有个性的那种感觉 是啊就因为一种气味和感觉 让满新味喜欢上了拉萨 他的作品《桑烟之东》就是对拉萨的第一印象 二位觉得在拉萨对自己的艺术创作有什么影响吗 你的每一天都是你创作的一个来源 是啊艺术来源于生活嘛 自己的作品啊其实就是自己的生活 满新味自己也开玩笑的说 现在的他面包里有音乐 音乐里也有面包 那加拉萨生活感觉怎么样呢 是实话很幸福现在 很累 但是这个幸福其实也是两个字而已 然后如果生活我觉得里面是酸甜苦辣都有 但是他们都应该合起来称为幸福 没错幸福并不是一种单一的形式 而是一种对感情对生活的理解 点点滴滴 酸甜苦辣才是完整的真实的幸福 正像是我们今天收集的这本幸福的相册一样 来三二一 鞋子 每一个笑容的背后都隐藏着丰富真实的故事 随着幸福的相册收集完毕 快乐汉语拉萨系列就结束了 难忘和不舍将化为记忆 永久地留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 现在还是让我们复习一下本集的知识要点 最喜欢拉萨的什么地方呢 除此之外你还可以这样说 这个背包是我最喜欢的一样东西 这部电影是我最欣赏的一部电影 学说中国话朋友变天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二十七大赛区 一百八十多高校 一百零一的国家 几万名赛华林军生 谁将成为百强 进军决赛 北京我来了 进去关注海尔飞 一六届 看你小赛华林军生 看你大赛 一赛盛况